苹果在美国时间3月9号要开发表会 但是外电却报道 苹果供应链接获了通知 12.9寸新款的大iPad将会由原定第一剂 延到今年下半年才会开始生产 原因可能是要配合调整设计和功能 也有可能是因为显示面板供应不及 反而就担心恐怕会造成 红海、FTPK还有加联益等相关供应链成长动能的地延 同时古王大力光昨天是公布了2月的营收 月减35% 衰退幅度超乎外资圈的预期 显示苹果供应链正在陷入出货高峰期 已过淡季效应的阴霾 近期平板市场销售不加首度出现年衰退走势 市场原本预期苹果大iPad问世后能刺激市场 但彭博新闻报道由于面板供货延迟 大iPad被迫延到9月生产 可能要第四季甚至明年初才能上市 使得业界对平板市场短期走势持续保守看待 恐怕造成红海、TPK、加联益、新浦、顺达科、红准、可乘等相关供应链成长动能地延 苹果上半年原本计划推出更大尺寸的iPad抢进企业用户市场 科技网站报道由工厂流出的大iPad草图 厚度大约介于6.9和7.5厘米 内建四个喇叭上下各装两个 先前也传出有指纹辨识功能 苹果还考虑在大iPad加入USB插槽引进USB3.0技术 帮助用户更简单地将电脑资料备份到iPad 但智慧手机尺寸越来越大平板市场受到挤压 近来苹果主力产品都放在iPhone iPad系列将连续两年出货衰退 因此除了外电披露的零组件供货不及 苹果也有可能策略性延后发表 让大iPad延后上市 借此拉长iPhone6与iPhone6 Plus的产品周期 DT跟去年的D4系 一定会有一定比例的下降 但是就YOY的角度 12月还是成长 然而iPhone6拉获高峰已过 受到氮气效应及过年工作天数减少影响 股王大力光2月营收滑落至26.16亿元 月减35.1% 创下一年来新低 年增率仍有63.5% 反而认为大力光2月数字不是很漂亮 股价恐怕面临修正 展望3月大力光表示 随着新机陆续出货 不管是月增率或年增率都渴望同步成长 东森台新闻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